好 繼續我們還要來掌握的是 屏東的明陽高爾夫球工廠爆炸 造成4名僅銷殉職 超過百人受輕重傷 目前已經被勒令停工 而明陽今天開牌的股價下跌 6.8元到61.5元 再吞3根跌停 因此明天起 可能也會被打入全額交割股 而母公司則是明安67.5元開出 股價下跌超過2% 這是今天白天的最新消息提供給您 另外是立院的未還會 今天上午到屏東的工廠大火專案報告 沒有想到發生意外插曲 立院的火警報居然嗡嗡大響 而另外呢 這個官員也是急忙疏散 我們來看最新畫面 那明陽工廠在這個大火發生的時候 他有沒有在第一時間疏散他的員工 包括委員 因為他這個不 那像現在要不要疏散 這個是練習零還是是真的 要疏散 好 那大家我們現在要暫停疏散好嗎 疏散 暫停 好 回到新聞現場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明陽爆炸案的工廠存放過氧化物超標30倍 這個數字等於是藏了3噸的黃色炸藥 而這到底是該誰管呢 中央跟地方目前互踢皮球 爆炸案九死百傷 明陽遭開罰240萬 但是記得嗎 台農交代不出 蛋的流向是被開罰千萬 網友炮轟 難道人命不如雞蛋嗎 明陽違法堆放三千公斤過氧化物成大型彈藥庫釀白人傷亡 為何之前沒人管沒人查 經濟部說消防歸縣府管 平常縣府則推加工園區是你經濟不管 各界痛批中央地方全是民進黨執政 出了人命你還大踢皮球 有民嘴炸鍋狂轟三千公斤的致命危險物可不是小數目 誰給明陽這麼大的膽子敢把廠房堆成彈藥庫 三千公斤要多大的廠房放 他隨便進去看就看到 哇這堆什麼鬼 怎麼可能是一朝一夕 這個一定是行政怠惰 不然就有人貪污 他早就放在那裡 而且行之有年 一開始可能兩百斤 再來五百斤 沒事一千斤 嘿沒事嘿嘿 三千公斤耶 你知道一個工廠裡面多大的廠房來放 你是蝦子嗎 你說如果三公斤的TNT 小小的我藏起來 那這可能是你壞蛋 三千公斤你是演蝦嗎 明陽爆炸九人死亡百人受傷 屏東縣府開罰兩百四十萬 對比台農信心光交代不出進口 但流向就被罰一千一百三十萬 民眾真想問蔡政府 難道在你執政下 人命真的還不如雞蛋 這場大火造成九人不幸死亡一人失聯 包括四名的警銷殉職 蘇清泉日前就透露 他去找曾經在明陽國際工作的品管師 很想瞭解當時廠區的狀況 品管員就特別為了要跟蘇清泉談話 自己用了日曆紙寫得密密麻麻 蘇清泉直呼真的是字字血淚與眼淚 而品管師在日曆紙上提到的內容 就包括了這個工廠 一開始是登記娛樂事業用品 不過這麼長的時間 他們生產的是高爾夫球 卻可以佔全世界的高球的四分之一 但是工業局卻不知道嗎 這衛生局也不曉得 那麼這個消防局也不曉得裡頭 在做些什麼 好 到底裡面在幹嘛 為什麼大家都不明白呢 好了 進段廣告稍後回來